中央政府今日再将配发5.6万剂给台北市政府 届时将造册分配给123类人员施打 台北市长柯文哲呼吁中央给予明确指示与时程表 才有办法规划打疫苗计划 大概一小时大概可以最高达到40个 如果一天工作10小时大概可以达到400个 所以是这样 我为什么一直在问说 中央还是要给我们schedule 因为打疫苗这个是生产线的问题要规划 你一条线要一个医生 两个护理师 还有文书人员 要登录什么的 所以这个还是要 还有一个地点要摆几条生产线 这一样 这还是有后勤补给的问题 所以如果他有很明确的schedule 一个行程说 多少给你多少 我们才有办法规划说打疫苗的计划 所以这样每天我都搞不清楚 他们也搞神秘 常常前一天两天才跟你讲说 这个给你多少 我们一下子多一下子少 来讲那个生产线很难规划 所以这也是我们目前的困扰 市长柯文哲说 下一步要怎么做 疫苗还是终极解决方法 虽然目前疫情有控制 但是代价很大 由于现在餐厅 夜市 艺文活动都停掉 不知这样还可以撑多久 如果再撑三个月 饿死会比病死多 记者温宇郡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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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赞